隐风术是五行道术的高级道术 也有隐风服役说 镇魂音则是鬼宗的一项法音玄功 主要作用可以使人的灵魂瞬间被制住 进入呆滞无魂的状态 至于威力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使施法者的实力强弱而定 镇魂音以风术之法加注到法器上 可以让幻音灵产生幻觉 暂时定身的作用 而隐风术能够将灵音传播得更远 威力波及笼罩的面积更广 两手法术一手高明的炼制之法 便能够让幻音灵达到中品法器的品阶 其浮散的面积足足以履地 这还是法器的本身威力 若是修饰实力足够强大 还有可能更远威力更强 以陆尘眼下的境界 如果达到恢复到金丹境界的话 注击以下可以瞬间被幻音灵 诊成脑痴 陆尘有礼贪留下的招魂番 此物在陆尘眼里 无非就是一件能够收取魂魄的器皿 至于孤魂的祭练 威力自然远远不如杀人与无形的幻音灵 陆尘留下招魂番 也只是想在某些时候 杀掉一些实力强大的高手之后 收齐魂魄 自己祭练提升实力而已 凡人孩童等魂魄 陆尘不想以残忍的手段获取 但杀死敌人的魂魄 陆尘还是乐得使用的 半年的时间 陆尘才打造了一件中品法器 对他来说速度有些慢 不过以幻音灵这种需要不断打磨 才能稳固其流线形态的特殊法器 还算可以 毕竟陆尘以往都是炼制一些长长方方 带有棱角的刀枪剑戟的法器 像幻音灵这样的圆圆的 里外都需要仔细雕琢的法器 还是首次 叮 这一日 幻音灵终于大功告成 陆尘守至中品法器 幻音灵 摇了一摇 顿时音波 自灵当为中心 扩散了出去 经过一年的修炼 陆尘已经恢复到了 金丹中期的境界 大眼先觉 恢复如初 法力一运之下 灵音 足足扩散三里 陆尘满意的点了点头 将幻音灵收起 盘坐下来 检查子斧 相比普通修士的子斧 陆尘的显得极为壮阔 九大子斧空间 仿佛以九宫之室围绕而起 每一宫之中 都有一枚黑金色彩的金丹 其中中央主丹色泽最亮 其下便是一枚 稍显暗浅的金丹 这一枚正是鬼宫金丹 两者的差别 也显示了两者的程度不同 分别代表金丹初期 和助击后期的境界 余下其枚 则是光滑内敛 并不适出 鲁尘的心情大好 有了第二枚金丹 自己不但可以拥有两个身份 更加可以在施展 浩空锤时得到鬼宫金丹中 带有先决的力量 浩空锤法威力更加强大 让陆尘惊喜的是 随着鬼宗功法的提升 陆尘的浩空锤法 俨然提升了一打的境界 不要小看仅仅是一打 是想陆尘在灵秀风上 浩空二十打之际 连向牛都差点杀死 现在达到了二十一打 只要不是园英高手 还有谁能逃过 惊天动地的浩空二十一锤 半年的练气修行 陆尘可谓实力大增 眼下足以辟拟幽云国无数高手 厌世到了西州的巅峰高手之练 也能名列前茅 当然 陆尘并不打算使用大眼金丹 他还不是园英高手 也没有无敌天下的能力 有些事还需要收敛而为 不然再引出像王通那样的变态人物 陆尘就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躲了 嗡 正自修炼中 脑海中响起一声嗡鸣 陆尘微张双眼 神石一扫后 双眼灯石一亮 原来已经过了一年了呀 幽云国地处极北 下辖九州十八省 复原辽阔 人口众多 便是其中一处小城郡都城 占地就达三千里 人口数百万 乃是远近文明大都城之一 颖都城 一城鬼城 整座城池如同巨大的洪荒野兽 其内修饰成千上万 就算相比东周二流门派 也不成多让 东西二周 由于地狱的原因 差别很大 比如 前玉门也算二流门派 但实际的门内弟子 算算也就一千余人 而网魂派 虽然只是三流门派 但实际上的修士弟子 却是前玉门的数倍 究其原因 只能说东周宗门适才而物 修为低下一点的 天赋不好的 早早都遣送了出去 可西州不同 在西州 只要你能够败入修真门派 便永远是门派中人 除非死 不然 永远都不可能离开门派的控制 西州的宗门 最重人多是重 三教九流 皆可维修 就形成了如此局面 当然 人多未必是好事 不易管理 人缘混杂 争斗四起是常有的事 而且在真正的高手数量上 三流门派与东周相仿 并不多见 不然的话 陆臣也不会以筑基中旗的实力 稳坐古月城主这一职位了 说话的功夫 已经是陆臣闭关 一年以后的时候了 远远的 北城门外 惊陷大队人马 一群人出现在晴朗的高空当中 为首二人 一老一青 老的身形高挑 瘦骨临寻 年轻的则是潇洒替躺 面色红润 带有古铜色的健康光辉 二者皆是黑袍加身 脚踏飞行法器 其后 熙熙攘攘跟着上百修士 都是能够遇见飞行的炼器七层以上高手 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接到影都城 往魂派总部传唤而来的 古月城偏知 陆臣一行人等 当手除他之外 另一个 正是沐行 前面就是影都城 沐行踩在一柄 样式普通的古朴飞剑上 剑柄乃是一截小骨 剑瘫则是半圆形的 类似弧盖儿样的东西 在陆臣看来 那就是一块 不足十岁孩童的天灵概骨 全身黑气缭绕 在几里地之外 都能感受到一股 阴森森的寒意 身为筑基中企高手 还是无限接近 筑基后期境界的高手 沐行不知收敛 还肆意将自己的实力展现出来 并没有保留的成分 在陆臣眼里 这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但是陆臣却不知道 此时他的身后 随行弟子各个跟沐行一样 有多少本事 全部拿了出来 熙熙攘攘一大群人 像是被一团 黑乎乎的烟火包裹 躲着气势凌人的从北边杀了过来 对此 陆臣没敢细问 正如他不懂西州的习俗似的 怕惹人怀疑 然而过得一时半刻 陆臣就明白过来他们的用意 哎 快看 是沐行大人 沐行大人回来了 沐行大人回来了 快通知轮回殿首司 快看 有近百人 都是炼器七层高手 还是筑机器 已经是十大城主来了 离着北门 足有上千米的距离 陆臣便听到混杂在一起的惊呼声 跟着便是大量有炼器三四层的不入流弟子 脉动着匆忙的步伐 从城内杀出 只见他们整齐的分成四队人马 从中一分为二 站在城门两侧 在一声号令之下 砰的单膝跪刀在地 人群中 一道人影打起法掘 架起黑色戏长飞剑 带起一阵兴风飞到半空 双拳一抱 遥遥喊道 掌问前方是哪城门人 声音嘹亮 气息悠长 除了奸细一些之外 此人中气十足 同样的黑气绕身 将其人的实力 展露在陆臣眼前 便是连神识查探都也省了 助击初期 网魂派石城之主聚首 乃是网魂派的大事 看到众人都把自己的实力 展现出来 陆臣知道 这恐怕是在彪秉自己 好不叫人忽视和看扁 得了 咱也别客气了 吼 助击中气 呃 汪南 是老夫 沐行看似瘦的皮包骨 嗓门却是几两 低喝一声 如雷在空中乍响 那人听到沐行的回应 先是一惊 玄戒便就地凌空跪下 双手一抱举过头顶 恭敬道 原来是沐行大人 蒙南 参见大人 说话间 陆臣等人已经在空中停了下来 蒙南并未站起 反而把目光落在了陆臣身上 闪烁着水蓝色晶莹光芒的眼睛微微一簇 当下道 这位想来便是古月城新城主陆臣陆大人了 轮回殿首司司长蒙南 见过大人 网魂派自上至下的职位规定 都是凭借着门主一己的喜悟 说起来门主 赴门主之下 便是六大巡使 十大成主 再就是各司的司长 轮回殿首司 其实就是看大门的人物 但身为助击初期 蒙南的身份 自然要在其他司长之上 只是见了陆臣还在行礼 沐行被陆臣降服之后 便通知了轮回殿 自己要闭关的事情 所以一直没有人去过问他的下落和细则 而对于他常住在古月城的消息 轮回殿的个人早已知晓 此番见到他与陆臣出现 并不奇怪 陆臣在来之前 便已经从张恒等人的口中 得知这些基本的信息 看到蒙南恭敬师里 赞许地点了点头 说 蒙兄请起 黄南受宠若惊般站起 随后 目光转向木行道 木大人 两位木大人有令 大人回来 请大人去旁殿一叙 两位木大人便是木行的兄长 木云 木满 木行点了点头 对陆臣道 陆城主 老夫身有要事 先详一步 到了颖都城 两人的身份便要回复正常 陆臣千功有礼道 大人请便 木行 嗯了一声 看向蒙南道 蒙南 你带陆城主 先去前殿 等候门主 大人 传唤 是 说完 木行 身形化物 消失在半空当中 静待 木行 离去 然后 蒙南 做了个请的手势 道 大人 请随我来 于是乎 一众人等遇见飞进颖都城 相比古月城 颖都轮回殿 要显得更加的繁华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身负兵刃的修饰 多是练气气 随同着蒙南 张恒等人被安排到别处休息 而陆陈被带到了轮回殿的前殿 足有千余平米的大殿 奢华无比 四壁金漆涂壁 光滑万道 殿中设有坐席数十处 每处都有一张悬音石方桌 方桌之上摆着几样圆盘 圆盘上各放着一枚光滑暗淡的圆珠 蒙南走到门口 并不进入 只说道 大人 请在里面稍候 过会儿石城主会相继到此 等候门主大人的传唤 陆陈应了一声 蒙南 静自退去 走进大殿 陆陈打了一处座位坐下 看到桌上摆放的圆珠 陆陈微微皱了皱眉 圆珠通体清灰色 有豪光闪现 并弥漫着淡淡的魂魄气息 陆陈神识扫过去 里面居然盛装的是孩童的生魂 还是未灭的生魂 未灭的生魂 乃是修真中人的大补 以邪恶的法力将其固封在特定的寄敏当中 只要用神识感受一番 便能听到里面可怜的哭声 陆陈没动 脸色显得有些阴沉 正当这时 外面接连响起了几道强弱不一的脚步声 刚要抬头的时候 陆陈却是听到一道蕴带不屑和戏谑的笑声传了进来 有人比我们先到了 难不成是古月城的新晋城主 陆陈陆大人 说话的人声音尖细 丝丝缕缕的传递进来 引起了陆陈的注意 陆陈正在闭目养神 听到声音不由扭头向门口望去 门口鱼贯而入的共有九人 六男三女 大多都是黑袍夹身 将自己包裹得很紧 身上有着浓郁的气息弥漫 仿佛是一团团黑雾从门口飘进来 陆陈神是微嫂 轻刻间将九人的实力摩擦了个清楚 注击中期 全部都是注击中期的高手 应该是石城主的另外九人了 随着这些人的走进 九道犀利的目光同时转向了陆陈 这些目光中带着明显的冷意 似乎在试探自己似的 一丝丝魂力从九人的头顶 缓缓飘出 同一时间落到了陆陈的身上 九股魂力威力不相伯仲 但仔细甄别一下 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强弱不一的特点 陆陈感觉到九股魂力不具备杀鸡 并没有用法力抵挡 反而从容地任由九人对自己进行试探 而他则是将九人的实力一一区别开来 陆陈看到九人走的队列有着明显的层次感 大致分为三排 队伍后面走近的五人并行 实力相差不大 比古月城的上一任城主吴森 墙上大约一筹 紧挨着五人 在五人头前的三个气息上 明显要比后方五人的强横许多 其中由于左边一名全身裹着黑袍 连两只手都藏在里面的蓝发中年人 最为出众 而九人当中实力最强的 要数排头进来的一名黑脸大汉 此人中气十足 黑气聚顶 黑色大厂上就有明显的复杂银灰色纹路 银丝纹路发出浅淡的光芒 隐隐有着古怪的气息涌动出来 将黑脸大汉紧紧围绕着 一看到这里 陆尘便来了兴趣 胸眼默地在眼底间闪现出微不可查的黑色一萌 凝聚法力看了过去 立刻将黑色大厂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 原来是一件下瓶法器 陆尘还是头一次见到衣室类的法器 这件法器好像长时间在幽泉之水中浸泡过 本身便有着浓郁的阴气 再加上西州鬼宗特有的地形鼠兽骨 磨制成的银色骨粉画上的符纹 更加让这件大厂阴气十足